各位孩子們,早安,我是老爸 我今天打算全部用GoPro來拍 現在拍攝的是GoPro HERO 5 今天可能是一個日常的廢片 就叫做我的廢片EP2好了 之前有拍過EP1 不過我的廢片應該是更貼近我平常在做的一些事情 先來開箱GoPro HERO SAVER 這是我的GoPro HERO SAVER GoPro的包裝這幾年其實都沒有什麼變 差不多就是維持現在這個樣子 從屁股打開 還是一樣 GoPro真的好可愛 看看這個盒子裡面有什麼 這個可以貼在你想貼的地方 然後固定GoPro Type-C的充電線 電池 這個是有幅度的貼紙做 可以貼在安全帽上 我們把GoPro HERO拿起來吧 裝上電池 電源打開 這邊寫個Black7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GoPro做啦 有一個鯊魚夾 我有把它延長 就是在買這一截 這樣子其實方便很多 把磨撕掉 WOW 我喜歡這種感覺 它叫我選擇語言 5跟7比較 7的觸控真的好蠻多的欸 我的感覺是觸控真的好很多 設定好了來交換一下 現在變成7的畫面 聽說這一代的畫面漂亮很多 網路上好多人有拍那種比較部分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就用GoPro 7來拍一下日子 然後先從公司來回家一下 因為今天我新家的廚具啊 正在裝潢 MING 完勾過了 它馬上就當機 然後我剛才又把電池拔下來 又放回去就好 現在是在室內的 應該收音會稍微好一點吧 算是室內在電池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箱子 已經超髒而且開過了 這是小米的進水器 打開一下給各位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等一下師傅就要安裝了 這個是龍頭 它的龍頭是不鏽鋼的 質感還不錯 把這邊打開 總共有四支濾心 每支上面都有標一些英文 像這支就是標RO 然後第一支是標PP 不過我目前還不知道它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這個就是進水器的本體 蠻大台的 它的上面是藍藍的 打開來看一下 掉了 這四個應該就是分別插入濾心的位置 然後這邊也有操作說明 構造非常簡單耶 這邊就是電源啊 然後跟一些水管的輸入輸出 只有這個蓋子 非常簡單 好 等一下就交給師傅安裝 剛剛才我回到公司我們店長拿一張卡片給我 就是應該是去香港玩的粉絲寄來的 他寫了 是薛小姐寄來 他寫了 祝老爸悠悠一家 平安喜樂 中秋快樂 謝謝你啊 每天最開心的就是收到粉色明信片 如果你有出去玩 記得下面有我的地址 寄一張明信片給我 我把它貼起來 我希望有一天把這面牆都貼滿 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用GoPro的一些心得 因為其實網路上太多GoPro7跟前幾代比較一些東西 所以我不想要做太多的比較跟評論 我有幾點啊 就是我認為你一定要買GoPro的想法跟看法跟你分享 第一點啊 當然就是說GoPro很小 平常我們用的相機都非常的大 相機大對於拍攝其實是一個門檻 就是有時候你拿著一台這麼大的相機 對著自己多多少少會有點便扭 所以我覺得GoPro在這一點是非常的棒 況且這代的收音啊 各方面來講其實好非常多 聽說也比較穩定 所以啊 它會降低你拍攝的一些門檻 除了手機以外 我第一台紀錄自己生活的相機 就是GoPro 那時候去宿屋 宿屋那次啊 我就只有帶著GoPro 還有Movic Pro空拍機 我播一下這些畫面 Movic Pro I had it all 重點不是你用了什麼東西去拍攝 而是你有沒有把生活這些很重要的片刻啊 把它記下來 然後你老的時候還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GoPro在這一點啊 真的把門檻降得很低 第二點啊就是我真的很喜歡用它的縮時 因為它的縮時真的太簡單 就連現在Sony我用的A73啊 要縮時都很麻煩 6500可以下載軟體啊比較簡單 可是你看A73要縮時都弄得半死 GoPro只要稍微按個幾下 你想要怎麼說都可以 不管在航空不管在飯店 其實我常常在做縮時 所以我覺得它在這一點也是非常的棒 它不一定是你主要的相機 可是它絕對是輔助你一個另外一個視角的 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第三點就是我要講 它可以創造一些不同的視角啊 就是我記得我一次去深圳 在飯店拍了一系列我蠻愛的東西 其實裡面有好幾個比較特殊的視角 都是用GoPro 比一般的視角 在思考上的視角 你現在也知道 這是你強大的視角 你現在知道 那是你強大的視角 然後你 packed嘴裡 你這個視角 什麼的視角 你這麼想知道 那是你身邊 我聽到嗎 我聽到你這個視角 你怎麼看 能做的 你可以發揮創意啦 去做一些他比較特殊的視角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最後一點啊 也是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防水 因為你看我們的主力相機 帶去泳池旁邊 帶去沙灘玩 真的有時候要很小心 可是GoPro在這一點啊 真的非常棒 因為我覺得防水又120幀 而且這一代是240幀 我還沒試過 可是我覺得那個影像 一定非常的棒 所以啊一定要買GoPro 我不騙你 真的一定要買 而且這一代啊 是我老婆引許我買的 因為我的GoPro HERO5 已經有一點點會漏水了 真的不是我讓他故意漏水的喔 以上就是簡單的分享 今天最主要我也想要 等一下修片 看看這個GoPro HERO5的畫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底下有我的IG跟Facebook 記得追蹤我 我會分享很多我生活的照片在那裡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親愛的你來了 你今天為什麼那麼開心在唱歌 我 我每天都開心 就是要準備送我支票的 買的 你叫我幫你買的東西 我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叫你買的 欸GoPro 7 真的是你叫我買的欸 欸你看看 哪一台是GoPro 7 你分得出來嗎 你看看出來這台那麼破爛 哪裡破爛啊 真的已經傷成雷雷了欸拜託 對啊 欸是你 欸 你要跟大家 他拿起來比較重欸 哪一台比較重 就是他 你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GoPro 7是你叫我買的 不是我自己要買的 GoPro 7是他自己很想買 他只是說服我啊 你不是這樣 故事不是這樣演的 反正就是啊 是你說可以買的 這樣 他其實已經講了很多次的GoPro 要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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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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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演的 不會有人相信你相信我 好啦 我只是說我覺得 其實是也該買的 對 講到重點 是他覺得該買 不是我覺得該買 是他覺得該買 我也覺得該買 就是難得有 就是我們兩個都覺得 一定要買的 推�наком過 那兩嫁 三嫖 裏 十